2020年6月12日,正值香港市民纪念反送中中年活动之际,关唐一名男子,后正式为民间联前社区干事邝星宇,突然持刀袭击大纪元记者。 一名黑衣男子挺身而出,徒手抓住利刃,手部虎遭刀割,鲜血直流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0日发布的《2019年全球中国自由报告》重点指出, 《2019年香港大纪元时报影印厂遭人纵火事件》,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,中共特意雇人打扮成黑衣抗议者,企图混淆视听,制造社会仇恨。 其实《大纪元时报厂房》早于2006年不断受到中共雇凶施暴破坏。 在《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》中,《大纪元时报》坚持正义,守护真心,为香港民众做出前线及深入报道。 成为引领当今灭共大潮的精神力量。 《大纪元时报》自创刊以来,一直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, 揭露中共极力隐瞒的新闻真相及侵犯人权的行为, 在海外赢得正义力量的尊重和支持。 《大纪元》在2004年发表《九评共产党》系列社论后, 引发大量中共党员退党,并设立退党网站。 每天有大量中共大陆民众在此发表三退声明,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 正因为《大纪元时报》成为中共的眼中钉,肉中刺, 欲除之而后快。 但《大纪元时报》一直不畏强权, 秉承信念,守护真相, 继续为民众做出前线及深入的报道。 《大纪元》